庄九一是一名台湾商人 2014年到广西边城平祥市发展种植辣椒 经营4年后,受天等县领导力邀赴天等发展 他到天等后与贫困户开展合作种植 引进台湾最新辣椒品种和使用农业种植管理技术 带动周边民众共同致富,被称为台湾辣椒大王 日前,记者走进庄九一,听他讲述于辣椒的不了情 庄九一在天等开设的宝岛美人椒种植基地面积共1100亩 目前有固定员工80人,到采交高峰期,用工大概达到400人 庄九一采取政府加公司加合作社加贫困户的合作模式 将美人椒产业推广到天等县的十多个乡镇 通过无菌育苗技术,向全县所有乡镇的农户提供辣椒种植技术和种苗 然后订单回收,种下的辣椒两个月后就能采摘,亩产可达5000斤 目前天等县有10个乡镇参与辣椒种植 两季共种植6000多亩,参与种植贫困户600户 在种植基地物工的贫困户40人,这些贫困户均已脱贫 没有人去引导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的品种 不然如果你想种什么你就买什么种,没有一个大企业自己可以杂交品种 我们是自己杂交,我们从台湾拿原种过来,根本地的杂交 让它结婚,适应这里的土,适应这里的空气,全部都适应了 所以种出来的产量就高 让庄九亿高兴的是,2019年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友人的帮助 它打通了东盟市场,去年共有200多吨辣椒销往马来西亚 按照目前的价格,每亩辣椒可以赚到3万元 尽管受疫情影响,但庄九亿的宝岛美人椒种植基地今年丰收在望 韩国,日本是试验中,马来西亚都有 马来西亚去年大概10天一个柜,一个柜27吨 现在要再吹下一波的花,所以它们又在中耕 然后你看,中耕以后开始吃那个有机围 庄九亿表示,除了在天等以后还打算到广西其他地方 拓展辣椒种植,未来还将建设辣椒生加工基地 打造其特色农业,科技示范,旅游观光,生态养生 田园休闲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扶贫特色农业示范区